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浪姐三 四宫终于录制完了 这一期的结果出奇的一边倒 开始用义工的小红花趋势来说 纳英个人人气和实力是强与宁静的 这个人气是指在姐姐中的人气 开始小红花数量以绝对性优势压倒宁静 说明那个时候姐姐们更多人是想要跟着纳英的 也认为纳英的盛面更大一些 然而一宫结束后 大家看到了宁静当组长的潜力 也看到了宁静这一整组的姐姐们凝聚力 于是在二宫形成了二比二平 但纳英组票数胜了宁静组之后的一个大反转 四宫战场 纳英组败了 还败得很惨 四宫是这样一个赛制 由于有前两季姐姐来踢管 所以第二季姐姐需要打类 纳英带领第二季姐姐容祖儿 极克俊逸将应荣作为纳英队的首类姐姐 宁静带领第一季姐姐金晨 李斯丹妮 孟佳 作为宁静组的首类姐姐 两队表演的票数不作为PK用 作为后面的首类用 然后就是宁静带领一季 第一位的姐姐和两位队长 与纳英带领一位第二季姐姐和两位队长 进行票数PK 当然这个票数结果是公布的 与这两队没有关系 也是作为后面姐姐们打类的基础票 最后的结果 宁静组两队姐姐和纳英组两队姐姐 只有宁静组 郑秀妍队打类成功 全员晋级 这个赛制很复杂 可以参考下图所示 然后这场四宫比赛结果就是 淘汰了纳英组的胡姓儿 许如云 毛俊杰 从一宫到四宫 一宫淘汰了九位姐姐 只有两位是宁静组的 一位是二宫淘汰的赵英子 一位是三宫淘汰的留恋 剩下的吴墨丑 黄小雷 黄毅 阿雅 胡姓儿 许如云 毛俊杰 均是党场公演纳英组的姐姐 这九位姐姐淘汰了之后 还有一位姐姐退赛了 这位姐姐就是徐梦桃 大家也都知道 她是国家运动员 临时有比赛安排 或者其他安排 都是要顾及到事业这一边的 所以四宫结束后 只剩下十八位姐姐 不包含纳英 宁静 其实徐梦桃以这样的方式退场 也是很好的安排 不然如果被淘汰 还会有损国家运动员的面子 不被淘汰又确实不完全 擅长唱跳 但是她的出现 也确实让我们捕捉到了一个 有舞台综艺感的姐姐 以后我们也会更加关注她的比赛 第五轮公演 十八位姐姐分成三组 三个组长分别是 郑秀妍 谭维维 王兴林 郑秀妍 余文文 王子玄 张丽 朱洁静 张新意 谭维维 郭彩杰 薛凯奇 齐夕 赵梦 张强 王兴林 唐诗益 蔡卓妍 钟星彤 张天爱 吴景言 浪姐第三季 正在热播当中 虽然说节目正片内容 已经进入到二宫的训练部分 本周将迎来万众瞩目的第二轮公演 但现在 节目的进度 依然是处于四宫阶段 可以说非常的接近 毕竟要跟最后总决赛的时间对上 所以正片与录制接近 也是完全能理解 但由于第四轮公演 邀请了前两届的姐姐们 担任帮场嘉宾 所以也是备受关注 现在第四轮的公演已经录制结束 现场的观众也曝光了最终的结果 宁静 以4比0 完胜纳音组 这样一编导的局面也是非常少见 同时 很多观众都直呼 第四轮公演中 郑秀妍的造型最为惊艳 纷纷称赞她的牛仔辣妹风 而且 也是当天晚上 应援呼声最高的女性 甚至有力压王兴灵的感觉 反响效果非常好 从这几期的内容来看 虽然王兴灵的意外走红 让芒果台比较意外 在后期的确增加了她的镜头量 但是节目组 并没有放弃继续力捧 郑秀妍 随着现场 观众透露了部分内容后 也非常期待整片的播出 同时 由于第四轮公演的结束 自然也有淘汰的女性 这一次离开的分别是 毛俊杰 许如云 胡信儿三位 当中 许如云的实力最出众 但如果以节目播出至今来看 整体的热度并不高 不仅如此 作为节目效果担当的徐梦桃 也宣布退赛 毕竟是运动员 后续还需要训练备战其他比赛 虽然说令人遗憾 但他在节目中的表现也非常亮眼 看到了这位奥运冠军 不为人知的一面 除此之外 还有知名娱乐博主爆料 有现场观众反馈 其实在第四轮公演的录制过程中 作为主持人的谢娜又再次引发争议 直接现场给赵梦叫成了刘梦 尽管承认主持人都会有失误的时候 但毕竟自己已经录制这么长时间了 姐姐们的名字还能叫错 这样的低级错误真不应该 还有就是在cue王兴玲的时候 把话筒给了他之后 男主持人说 镜头少了 大家要看王兴玲哦 其实这样王兴玲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他哪怕在第一期爆红之后 为人依旧是非常谦卑 随后说道 不要这样 姐姐们都应该有镜头的 而紧接着 一旁的谢娜直接改编了爱你的歌词 说道 baby镜头多给一点点 想必当时王兴玲的心情是崩溃的 如此尴尬的气氛 别说本人了 恐怕广大网友都能用脚 扣出30亿听了 但这也仅仅是现场观众的反馈 是否属实还很难说 就看后续播出的正片内容 会不会呈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